那我们继续来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课程管理 比如说到时候我们这个是课程管理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东西 我们进来编辑器里面 好那我们做扣篮的动作 然后直接把这个add item这一篮直接扣过了 那这里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十字的管理 那到时候我们这个给他换一个名称 因为他是一个叫做siderbar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给他改成的叫做siderbar 老师的管理 那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改一下 因为在上面已经改了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 其实他是 课程管理的 这边也不是做侧编的 那也不是做侧编的 因为他是旁边的一个叫HTML的档案 好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底下会有另外一个是这个feature 那我们为了简单 我们通常这个穿那么长会很很不好看 所以一般我会习惯 比如说把它切一下 让他 一二三四 这样会感觉好看一些 然后这底下是取了之后 去秀出来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懒得住啊 我们直接把它改一下啊 这边是侧编蓝的解释 我先把它 我先弄一下 侧编蓝解释 这是一个是课程管理的 一个是私资的 好底下 那底下这个我们也 不会懒得打 直接后过来 比较不会打错 那这个就会变成私资管理 私资管理会也会有一个页面 那我们这个解释页我们 也把它统一改一下 留着原来的好了 在这边我们改成 那所以这边会有两个 栏位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还宝费 那他就会有两个了 那底下这个我们还没有写 我们先 再进来改一下 上面这个是已经弄好了 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个是OK的 但是我们底下这个还没有 这个档案我们还没有建议 所以我们要建议一下这个档案 所以一样呢 新增一个 HTML档案 那名称就是 这底下这个要开启的档案名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私资管理页面 这只是 我们到时候会改一下 只是先方便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私资管理 果然没错了 是私资管理页面 好那我们 待会就会 来撰写 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 好那我们之后再来把他 我们来把他先整理一下 这样方便 大的的东西比较不会那么复杂 所以我们来新增一个 指令 然后 比如说是课程 那我们把一部分的程式都把它把课程管理的移到那边了 因为课程管理这边到时候会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新增修改之类的 那我们之后就知道如果是要课程管理的我全部来这边写程式 所以到时候也会有一个叫做私资管理的 那各位不见得要这样写 那只是 我觉得这样可能也还不错了 就把他丢来这边 好那这个我们先关架 所以这start这边就会很单纯他就只有做一下 目前就只有做一下自动安装跟自动开写工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重新整理是不是 运作正常 那稍后我们才开始 进行其他的一些撰写 课程管理 好 OK 课程管理没错 那试制管理 那试制管理也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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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